这个人在最近的大版本更新中做出了一些改动 主要是二技能可以通过普攻进行取消 这样只有6秒的CD时间 如果你正常释放二技能的话是10秒CD 还有就是二技能霸体持续时间延长 这个时候你可以正常丢出去攻击 然后换一个痛灵快速提升普攻再次接到 而且当你二技能击飞太远也会有一个弹枪的效果 方便你更好去衔接 所以起码在体验方面来说比上版本更好了 特别是像对面这个白蓝水门一样 没有直接的抓取技能 我这个时候用这个技能反手 你就没办法过来 而且可以再次拿到牵手 他手里没有斗了 我们快速把他带走 来看第二忍者青年水门 他手里不是霸体 是个雷电机 开局直接螺旋完 那么错开外轴一个技能拿到线手 稍微注意一下他这个兽机的秘卷 只要把他这个秘卷给躲过去 那这一波忍者又没了 然后再来说一下仍然因目前的情况 二技能在改动以后体验肯定是更好 而且有一个更强的霸体效果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用二技能直接换掉对方一个通灵 但他的一技能在序力过程中还是不能够取消 可能次画觉得这个忍者先取消一个技能 感觉一下他的强度 毕竟本身的伤害数值就已经很高了 而且二技能变强以后 这个忍者的强度上限也会提升一些 那么再来看 虽然剩一个霸体的悲乐乎 虽然这忍者应一技能是一个抓取效果 但是他先跳起来 然后朝前方进行抓取 所以说你靠近霸体的话 可能会直接跳出去 我们先蓄力引着他个技能 这个时候不放东西的话 一个技能抓取到 快速组合剂拉满伤害 你提醒我先丢个蜜券 猜出他要放通灵 但没想到是连诱 我想促开外出先紧一下 然后砸去猫 他现在手里没有斗 直接把组合剂给放了 那我提升你手里没有东西 我们快速技能拉伤害 二技能击飞 然后一技能扫起来 想用衔接一下 但打的太高了 没有衔接上 所以如果你碰到我这种情况 就是击飞以后稍微等一下 等他露开来再抓取 这样会更稳一些 我们直接过去 点一手秘卷 他放技能防反成功 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衔接不上的 他两个技能全交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追过去 他放了个霸体 我们快速再用个技能抓取到 这一波的话 你提升我反手砸去猫 游戏已经结束了